洛家主 对不起 哼 巨公子 你既然对朔玄姑娘确有无理之举 就该坦然承认 由她处罚 如此撒谎逃避罪责任 实在不该 是 巨兄弟也是无心的 再说 凭她的眼神 看了也等也没看 当然 看了就是不对 啊 哈哈哈 巨兄弟以后记得小心不要再犯就行了 哼 天还真热 我们下水凉快一下吧 我刚从河里爬上来 就不去了 我 我早习惯了 倒不觉得热 我去 你玩起水来 半天上不来 就你一个人 哈哈哈 哈哈哈